三节合一御佛大典 总统马英九率领府院 以及中央政府官员参与 共同为台湾祈福祝愿 今年适逢慈祭50周年 包括了立法院长 以及各界贵宾也都亲离现场 把握殊胜的因缘 感念佛法恩责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双手合十弯腰礼佛 总统马英九和副总统吴敦毅 以及中央部会官员 在法师的带领下 虔诚祈祷 同生一念为台湾祈福 祝愿天下无灾 平安祥和 立敬诸佛 适逢慈祭50年 各界贵宾也都前来会场 礼赞诸佛 今年御佛大典 以祈福感恩为主轴 透过众人善念的力量 不仅助导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也为各地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祈福 慈祭不管在基金会 还是在社会各界都帮这个世界带来了非常多的温暖 也带给我们蛮多的需要关怀的乡亲给他们关怀 我想祝福慈祭成立50周年 慈祭的确很了不起 也许有人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但我认为他非常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做他今天典礼中间立分 在台北市举行的御佛大典庄严隆重 首度开辟两个现场同步进行 万众一心 人人俱善念 祈求上达天听 让佛法恩泽 广批大地 大海新闻 汤道顺利建宽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